这个景真的是漂亮 太美了 太完美了天池 昨天住的是云中雾客栈 距离西坡售票口很近 只有三分钟 现在准备要朝检票口去了 小咪 好 喵喵 慢慢喜欢 喜欢靠着人 好 还有11个人 车辆就在同一地 从西坡售票口到长白山登山口 还有56公里的山路 并不开放飞景区的车辆进入 所以游客必须搭乘景区车才能进出 车程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是以老人身份购票的 含门票 景区车 与大巴来回 每人161.5元 虽然我们预约的时段是上午9点 但是检票口不查时段 只扫码身份进场 所以我们很幸运地搭乘8点的第一班车 今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天气 室外温度18度 完全出乎意料 我们的预寒装备 应该派不上用场了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的一座休眠火山 是世界最大最深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 年平均气温在-7度到3度之间 最低温达-40度 年积雪日长达8个月 因为山顶中年积雪 也称为白头山 夏季的长白山可以欣赏绿意与花海 秋季可以欣赏黄色花木与红色风林 冬季可以欣赏雪景享受滑雪乐趣 一年四季都能玩 只要老天爷点头 赏你个大好天气 你就可以上得了山 看得见美丽大景了 眼前是美好的大景 正张开双臂迎接我们哦 我们搭乘这个景区的小巴 上来西坡游客中心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点26分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一级棒 山顶上应该会出大景的 从这个站道1442个阶梯 好慢慢走上去 还有轿子可抬啊 现在的温度室外是19度 完全不冷 身下还热 这1442个阶梯 总共有900米 1442个阶梯 好我们开始起登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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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18度 后面有一个滑竿 不用走路可以滑竿上来 500街 到达休息区 我看你一路船到底 好加油 长香手到白头山为正一生一世 我到过长白山由此为正 好热 灯顶成功 我真棒 还拔2470米 灯顶后这里是入口 观景台 看看天池的大景 哇 好美啊 真的是大景 我在天池的西坡 看到美丽的大景 眼前就是一年仅仅40天可见的绝美天池 今天真是人品大爆发了 晴空下 天池安安静静地躺在眼前 有一种一尘不染的神圣感 湖水竟然比天还蓝 空灵绝美呀 天池安静静地躺在天池 像铺的一层黄色地毯 有一种萧瑟而略带极静的美 我们成功打卡见证长白山天池之美后 继续搭景区车下山啰 看完了长白山天池的西坡 现在进入长白山景江大峡谷 要沿着战道走 大概1.8公里 他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空气 负离子很强 因为旁边都是森林 是一个很值得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 请够负离子 景江大峡谷也是长白山西坡的其中一个景点 因景江而得名 长约70公里 是火山爆发后 熔岩石的火山灰和泥土被江水与水所冲刷而形成 峡谷垂直深度约160米 绝壁旁有一些奇特的熔岩 聪立在峡谷间 有的形似犀牛 有的宛如大象 值得游客 漫步临间 享受森林之美 细细品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他很快乐 也很快乐 要加快乐 小碗烹饪面 结束的长白山行程后 今天要移动到辅松县 夜宿辅松 只有37公里的路程 中午5点2碗 小碗烹饪面 一碗六块 尖尖沾亮亮面 吃光光 辅松县 仍然属于吉林省的白山市 是中国的人参之乡 拥有1500年的野山深挖掘市 是中国道地的人参主要产地 我们昨天吃的人参鸡汤 就是产次辅松县哦 今天入住府松吉子一碗 今天入住府松吉子一碗 雙床房 有窗 小小间 鲑浴也是小小间 没有干湿分离 一碗117元 一碗117元 今晚决定吃一碗麻辣烫 今天晚餐是 麻辣烫 两包再吃一碗 这些25元 别人都是自己独吃一碗 我们是两个人吃一碗 第一次吃麻辣烫 25块 两个人合吃 蛮好吃的 通通吃光光 明天会走入一个茫茫临海中的人间仙境哦 戴续 两个人 3 4